他曾是CUBA的顶级后卫,虽然身高只有178厘米,但那标志性的跳投像是麦迪与科比的结合体,他就是果子哥曹芳。 曹芳的跳投不但流畅飘逸,同时也是实战中的一大利器,是非常值得普通人学习参考的案例。 本期视频将深度解析曹芳的跳投。 曹芳平时的惯用手是左手,他从小也是用左手投篮,后来才敢用到右手。 经过长期的调整与苦练,才形成了如今较为成熟的投篮模式。 曹芳的跳投是典型的两段式投篮,曹芳跳投的整体发力节奏是,接球后沉球与降重心同步。 通过摆臂向上举球,带动下肢的伸展起跳,蹬地腾空后上肢发力伸展完成投篮。 首先是曹芳跳投的下肢发力方面,第一点,曹芳的投篮使用的是侧身的站位。 双脚站距越宽于肩,双脚向左旋形成侧身,投篮侧的右脚与右肩略靠前,侧身投篮,能使上肢肌肉更加放松,肩关节的活动度更高。 第二点,她的跳投,起跳都非常充分,沉球同时保持了身体较低的重心,较深的屈膝与曲宽。 有明显体肿的习惯,肌肉力量与肌腱筋膜弹性兼得,保证了起跳的腾空高度与弹速。 第三点,曹芳跳投出手后,常有并腿前摆的习惯,这能避免起跳时重心的前冲,保证身体的平衡,同时也能提高出手的弧度。 而在她的后仰跳投中,她常会使用到单腿的前摆,其次是曹芳投篮的上肢发力。 第一点,持球,曹芳采用的是投篮手五指自然伸展,手指与掌根触球,辅助手指与篮球侧面的持球方式。 第二点,摆臂,曹芳的起球是肩部,手臂主动发力的上摆,她投篮的起跳会通过充分的摆臂带动身体向上。 这一点也是很多人学不会流畅跳投的关键卡点。 第三点,起球,曹芳习惯从身体的中部起球,右肩上出手,起球到头部时,手肘有明显的内收习惯,双肘的间距较小,这能使发力更集中。 同时投篮手肘部与腕部成一条直线对准篮框,形成较稳定的直线发力。 曹芳使用的是右手肩上投篮,她投篮侧身的站姿,将右肩放在了视觉中心,头部保持正对篮框。 这能保证投球方向与瞄准方向的一致。 第四点,发力出手。 曹芳使用的是高肘部投篮,也就是在抬球点肘部的高度,大于肩部的高度。 提高了上肢的发力点,同时在抬球点会有明显停顿,高肘部投篮的发力方向是从后往前。 投篮弧度略低,在远距离的表现不稳定。 曹芳跳投的上肢发力较多,主要通过顶肘部甩小臂,手腕主动发力前取将球投出。 而手指是相对放松的,亚腕柔和且幅度较大,他主要是用食指、中指与无名指,这三指来拨球。 第五点,投篮辅助手。 曹芳的投篮辅助手有明显的向前跟随的习惯,这能帮助他固定投篮线路,使投篮弹道更加稳定。 曹芳的跳投具有很强的抗防守干扰性,他的跳投技术已相当成熟。 但维持其稳定性的难度较大,他的跳投需要较强的核心力量,良好的身体协调性,以及充沛的体能等作为基础。 在赛场上曹芳的投篮时有神经刀的表现,但谁又能拒绝这般美如画的跳投呢? 投篮时明明屈膝屈宽都很深,但还是跳不起来,总感觉无力,这主要是由于你的下肢太慢,缺乏弹性与爆发力。 在NBA中身材鲜瘦的甲莫兰特,他却拥有顶级的下肢弹性与爆发力。 然而莫兰特在高中时期,还是动态天赋平平,在莫兰特的采访中他自述道,高中时期,我是一个身材矮小,速度缓慢的后卫,但在高四到大学期间,莫兰特获得了飞速的进步。 尤其在个人的运动能力方面,这离不开莫兰特父亲对他的特训。 莫兰特父亲主要对他进行技巧训练与增强式训练,非常重视对莫兰特弹跳力的训练。 在每组技巧训练间他都会给莫兰特加入跳轮胎的训练。 莫兰特父亲这套跳轮胎的训练,也就是我们之前解读过的弹阵训练。 弹阵训练又被称为快速伸缩式复合训练。 弹阵训练对筋膜以及神经的刺激程度较高,长期的弹阵训练能促进筋膜的增强与再生。 提升筋膜特别是基建的能量储存能力,同时提高神经目击能力。 想要提高运动效率,就必须要减少能量的消耗。 在运动过程中,筋膜参与程度越高,消耗的能量就越少,而肌肉耐力会更强。 下面,我们走进莫兰特的这套跳轮胎训练。 第一种方式,是双脚的交替跳轮胎。 这是对脚踝以及小腿的弹性训练,比较适合初学者,强度偏低,可以增加弹性与跳跃感觉。 莫兰特的训练频次为,三次跳跃为一小组,需要做30小组。 整个训练下来会做到300到500次。 第二种方式是,双脚的连续跳轮胎,比较考验关节,肌腱的刚性与耐受力。 适合有长期训练习惯的人。 此训练方式莫兰特每组做25次,整个训练下来会做到100到200次。 第三种方式是进阶训练,双脚的跳轮胎加跳伸,莫兰特同时还增加了要求的负重。 这也就是慢速的千张收缩循环,结合快速的千张收缩循环,快速的千张收缩循环。 能提高肌腱的刚性以及下肢的登身速率。 而慢速的千张收缩循环,会有更长的触地时间,主要是提高绝对的起跳高度。 这需要有一定力量基础的人才能进行训练,一般标准是深蹲达到体重的1.5倍以上。 此训练方式莫兰特每组做25次,整个训练下来会做到100到200次,训练强度非常大。 莫兰特的这套跳轮胎的训练,能有效地提升下肢的弹性与爆发力。 如果想要学习效仿莫兰特的弹阵训练,可以把轮胎替换为跳箱。 跳箱的高度控制在20至40厘米左右,莫兰特的训练量较大。 初学者需要根据自身身体条件降低频次,循序渐进。 同时,弹阵训练的频率一周最好不要超过两次,训练后及时对肌肉、筋膜进行放松。 筋膜的恢复与再生周期比肌肉要慢很多,兼职训练12周以上就会有比较明显的效果。 保罗乔治的投篮并不完美,但他的投篮阴气极致的丝滑感,却又充满了魅力。 他的投篮也是传统投篮过渡为现代投篮的典型案例,对于想修改投篮发力的球友。 保罗乔治的投篮极具参考意义。 本期视频将深度解析保罗乔治的投篮。 出入联盟的保罗乔治与其偶像科比的投篮十分相似,都是高出手点的两段式制控投篮。 其特点为,降重心与举球同时进行,举球制额前都有明显停顿。 下肢发力伸展的同时手臂发力伸展完成投篮,投篮力量主要来自于肌肉。 而在乔治经历大伤后,他开始调整自己的投篮,简化投篮动作,加快出手速度。 最终形成了如今更加丝滑的投篮。 现今乔治的投篮以1.5段式为主,停顿更少,流畅度更高。 充分利用下肢的力量在通过放松的上肢将球投出。 首先我们从乔治投篮的下肢发力来看。 乔治投篮时,接球快速降重心,小幅度的屈膝屈宽, 踝关节的率先发力带动身宽身膝,也就是前脚掌的快速蹬地起跳。 这能充分利用筋膜的弹性,以及千张反射产生的力量,缩短了蓄力时间,提高了投篮的速度。 传统投篮的起跳是以肌肉主导,而现代投篮的起跳则是以筋膜弹性主导。 其次是乔治投篮的上肢部分。 乔治拥有非常柔和的手感,在投篮时,他的上肢充分放松。 但松儿不垮,是处于富有弹性的状态。 乔治投篮的快速出手技术,投篮时投篮手空手心持球,五指自然微张,手腕带动手指拨球。 充分压腕的情况下出手后,中指与无名指手指是指向地面的。 乔治出手后手臂并未完全伸直,这也利用了上肢筋膜的弹性力量,同时也加快了出手速度。 最后是投篮站姿,保罗乔治使用的是窄具站位的侧身投篮,乔治的投篮站位双脚略窄于肩,左脚正对篮框,右脚略超出左脚向内旋,形成轻微的内巴站位,这能提供更稳定的双脚支撑,同时身体轻微的左倾,可以平衡身体在跳投时的重心,这是由于右手肩上投篮时身体重心会偏右。 保罗乔治的投篮并不完美,他投篮时手臂与身体的夹角较大,投篮手手肘外翻,导致投篮力量分散,方向控制难度加大,这是他投篮不稳定的根源之一。